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欢迎来到赵老师书法诈堂 我们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一下树心旁这个片旁部署 还有带树心旁的两个生字,吸和惭愧的惭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树心旁,它的写法 这个树心旁很多人都写错了笔顺啊 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这样写的 点 树 点 有没有人这样写的 这是错的 有没有人中招 这个树心旁的笔顺是错的 它正确的笔顺是应该怎么写的 应该先写两点的啊 先写两点 这样,可以没有 然后你看树最后写中间的垂路树 这个笔顺才是正确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笔顺啊,不要写错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树心旁 它只有三个笔画,那这三个笔画我们要怎么去安排 把它写好看呢 中间垂路树要 这是竹笔 对不对 在这三个笔画里面 这个垂路树肯定是竹笔 放的最开最长 是吧 拉的很长 垂路树要拉长 要拉直 这个是必须的 关键是这两个点要怎么去安排呢 你看第一点 你可以写成竹笔 你可以把这第一点写成竹笔 有的同学写的非常斜 这样子啊 这两点还能感觉跟跳舞飞起来一样 就这样的 那肯定有 你看看,这样肯定是不好看的 第一点是竹笔 然后第二点你看看 第二点 这样斜的可以斜的角度大一点这样 还有人把第二点写成平的 其实这样也可以 这样的 你看 点儿 第二点这样 看见也有人这样写的 这个角度 你看 这样的 也可以 这样微微往右下倾斜也可以 都可以 但是这样的第二个点比第一个点要略高一点 大家要记住 他俩不是这样对齐的 有多少人把这两个点是写对齐的这样 这样是不对的啊 是第一点略低 第二点略高 就是这两个点左低右高 看见没有 而且想必大家也发现了 这个垂路是沾着右边的点 而不沾左边的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写一遍看一下啊 看第一点 竖点 蹲一下 收 然后第二点 哎呦我天没写到中间去凑合看吧 第二点你看看 略高一点 有没有啊 先写两点再略高一点 最后写啊 是吧 中间的垂路数要沾着啊 右边的这个高的点啊 哎 垂路数 看到没有啊 沾着右边的这个点啊 是这样写了 哎 这样是正确写了啊 好我们现在带到字里面 我们看一下西真希的西这个字 左右结构 这两边你看它对比非常明显 什么对比比较明显呢 宽度对比明显 哎 这个字里面你看我们是拿到一个字 我们首先要抓它的主要特征啊 就是说你看这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那这左右两边对比最先年的是哪里 左展有宽 这个是最先年的 哎你拿到这个字 首先就抓到这个主要特征了 那你写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你这个主要特征我们要特意强调一下啊 那你写出来整体形态应该是这样 你看看 看见没有 是不是左窄右宽 哎 这个空间你要分布好啊 看见没有 那这两边你看 肯定是垂路数略微长一点的 是不是 右半边虽然以右为最 但是右半边它没有树向放开的笔画 如果说树 右半边它也有树向放开的树啊 树勾这样的那肯定就右边 右半边长 但是没有很遗憾的就左边长 对不对 哎 左边树心旁这个垂路数是长的 哎 你上面可以和它差不多高 也可以垂路数露点头也可以 下面也是垂路数稍微露点头 比它略低一点就可以啊 就长度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 主要是它两边 两边这个最对比最鲜明的就是这个宽窄的问题 你看这边 尤其这还有一个长横往两边放开的 你看这个字它就这边就更宽了 树心旁写法肯定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边长一点的 这半边你看这个横 这个锡你不看树心旁 我觉得这个字它它特别好分析 就这半个 这半个因为它有主笔是谁啊 是这个横对不对 要我写的话 你看这个横肯定要是拉长放开 然后上下都写几奏 你看这也窄 下面这个日也窄 就说这个锡啊 整个突出就是这个长横 当然也不能放的太特别长 因为它左右结构 这边还有东西要写的 如果你要单写这个锡的话 横可以再拉长一点 不过它在右半边 我们依然这个横就是主笔了 在右半边这个横 它还是主笔就是了 对不对 我们也是不能把它给写短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残 残愧的残 这个字啊 有很多人说 老师我已经很认真去写这个字了 但是呢我写不好看 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两点啊 我们来分析两点 首先第一点 我想问的是 你这 这个字它是一个左右结 左中右结构对不对 哎 左中右你看 左边中边 中间然后是右边 它是三边组成的 我想问你的是 这三边你的这个空间分布的好吗 你分布好了吗 对不对 你看哪边窄 哪边宽 这三边你看 你这样看它的这个中间的宽度的话 它是不是三边是差不多了 对不对 哎差距不大 也就是说你写出来 你看这个在宽度上应该是这样的 差不多 看见没有 哎 这边是树心旁 这边中间是车 最后是基 你看在宽度上差不多 在这个他们三边的高度上 哎 谁哪边长哪边短高低错落 哎 你有没有处理好 那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是三边处理一样高的 那就没没的说了 那你看那肯定是不好看了 对不对 这个字它如果你要说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写不好看的 就是它三边啊 哎处理的一样长 上下都对齐 你这样看上去很公平很很规整 那是就不好看了 就不漂亮了啊 过多的规整啊 这个字它就嗯 失去了它的神采了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字你看在这个残的残里面 树心旁在这儿 它中间的这个车是跟它对齐的吗 不是的 它是往上写的 你看看是不是的 我车在这儿我不给你对齐 你看你在这儿 它整个车你看是往上写的 对吧 然后那个基呢和这个车它又有个错位 它又有个错位 它在哪了 车往上这个基它往下 你看看 哎 比它低一点 但是树比它长 这个字整个最低的部分是这个基因这里 也就是说你看 你看你三边要写的差不多宽 再一个在这个高低错落上 如果你体现不出来的话 那这个字它就白搭了 对吧 你再认认它也不好看了 就是没有神采 不漂亮 对吧 你看我们再来看一下 树心旁 比这个车要怎么样 要低一点 你看车是整个三边里面最高的 整个往上提 然后呢 经验再下来 哎 和这个车有个错位 你看这个经验下来有个错位 然后强调这个树 把这个树 悬真树拉长 是这整个字里面最长的部分 那你看这个 高低错落的这个错位的感觉 它就出来了 这个字它就比较有神采了 我们现在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个锡和彩的写法 好 我们现在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个锡子的写法啊 左右结构我们先写树心旁 树点 可以没有 你可以处理成树点收下笔 然后 右半边的点 左点 右点 然后 先写两点再写垂路数啊 注意它的顺序啊 笔画的顺序 然后最后写垂路数 这个树是粘着右边的点不粘左边的点啊 不要搞错了 这个横你看正好写在这个点的偏上这里 蹲一下横 树 树 长横 拉长 蹲一下 收下笔 然后你看 树 横折 横 横 哎 这就是啊 锡子的写法啊 你这边可以略长一点 你看 一般都是右边的这个树长一点 然后往上收一点点笔啊 可以没有啊 哎 这就是这个锡子的写法 你大致的看一下 你看树心旁是不是偏长 左窄右宽 对不对 然后这半边呢 你看长横 放出去 上下都窄 对不对 突出这个长横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字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看下一个字啊 好 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残字的写法 左中右结构啊 那你这个树心旁就得往这边挪一点了 是不是啊 先写两点 这边点 这边点略高 垂路树 垂路树 沾着右点 别忘了啊 好 可以了 看见没有 这垂路树 然后中间的这个车 好 齐笔在哪 在这个点子整好的偏上方 你看这个笔画它穿插很 穿插得很好啊 然后你看撇 哎 最高 它这个车我要整个的往上写一点 对不对 然后你看提 写上去 中间的这个树 比它短一点啊 比它短一点 你看它整个的往上提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个筋 是整个字 这三边里面最低的部分啊 你看 撇 然后你看树 往下 到这儿就可以了 你看看 然后横 顿比横 最后你看 树 选真树 拉长 强烈的就是这一笔啊 这一笔 如果你看这样 树下没有放开的话 这个字就不好看 但你这个把这个树下 你看 这个选真树 拉长了之后 是不是感觉 好看多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三边你看 宽度差不多 就是这个 你看垂路 是不是写在这中间的车往上提 筋再往下拉 你看把它往下拉 你看这个字它错落有致吧 是不是啊 好我们这期视频 竖心旁就讲到这里了